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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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应该17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在旅行当中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放的错误 我们就不谈这个因为太长 这个事情就是东窗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觉得我们是故意放生他 所以才没有跟他打飞机 可是在飞机上我们根本就无法联络对方 然后隔天他就发来长长的信 然后赤走了一切所有的东西 还说我们对他都不好了 我们要就是 反正就是分到羊包有意思的 然后 这个事情还不打紧 但是他后面写的内容真的让我非常的心寒 因为他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 就是那种没有知恩图报的状态 虽然我们愿意花钱在他身上 只是因为他是小孩子 也希望他能有正面的部分 就是有处于很多的原因 那是我们自愿没错 但是他发现了我就不高兴了 在我原来的个性 我就PO在FB上 其实如果你这样去翻 其实还翻得到 很多年很多很多年 在我的粉丝专业上 然后他的这一票就开始说 我们不要脸 放着一个未成年 居然未成年放着他在机场 然后都不送他去机场 还是我们开车送他去机场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哇那个时候我就反驳 特别的激烈 机票是我买 酒店是我订了 差这一路大半个月旅行 都是我出钱的 我都没吭声 你吭什么声 你没有花过一毛钱 你只是送他去机场 怎么了 而且去跟你住 是他要求的 又不是我们送去的 为什么把什么责任都推给我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联络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断绝了所有的联络 当然我看到他 还是非常的不顺眼 现在不会 但之前刚发生的两年 真的非常的不顺眼 其实真心幻觉情 真的就是这样 我真的没有在他身上 想要谋求任何的目的 但是他身边就有很多 狐朋狗友 或者是说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狐朋狗友 有人碰着他 他觉得很满意 虽然他已经成年了 他会不会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应该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指恩图报 没有人是必须为你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的为大家 就是 我一直很努力的去陪伴大家 我也不知道我的陪伴 到底会不会让大家高兴还是快乐 但是最起码我知道 我会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跟阅读更多不同的文章 还有就是 希望日子能过得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能过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其实有最近跟罗欧会聊起 会觉得说 我最近活得有点慌乱的感觉 因为 我还是坚持努力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可是公司的变动对我来说 久了 确实会是一些很大的压力 因为它的变动会导致我们 比如说没有人流量 我们的收入就更不用想了 就基本上是零收入的佛系开台 但是还是很谢谢大家 愿意去做跃脚的动作 然后来支持我们 因为极少可以成多 它也是一笔小小的零花钱 所以特别谢谢还在跃脚的人 呃 反正一切一切我们都努力吧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有再见啦